你看 這一艘一艘的遊艇 就停在這個港口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 港口旁邊的這些建築 古色古香的 你看到的 這是英國威爾斯斯旺喜這個城市 天氣還是一樣 英國的老天氣 有一點霧濛濛的 你看到的這個城市的建築 幾乎都是新的 因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幾乎全部被摧毀了 因為這個城市 是整個英國重要的鋼鐵跟煤塊的場地 所以就被德國很嚴重的轟炸 山坡上也有不少的建築物 然後 居住在上面的人 就可以看到 整個史旺喜 它漂亮的風光 你看 這麼多的遊艇 它就一直延伸 延伸 到這個地方 有一條硬核 它就可以通往外海的地方 它就可以通往外海的地方 你看 好美的這些遊艇 我是在一家餐館的上面 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它整個 港口的地方 它的潮叉 非常大 你看 現在是退潮 這個海水 退到離漲潮的地方 會有300公尺的潮叉 潮叉也有2公尺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 這些房子 都蓋著很可愛 很有味道 這個是英國威爾斯斯旺喜 住在這邊的人 都很懂得享受 天氣好的時候 就搭的小汽艇 到外海去旅遊了 那 你可以看到 這些海灘 也有很多的貝殼 磅類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政府就規定 不可以去那邊撿石了 你可以看到 對面遠遠的那些碼頭 最主要 就是鋼鐵 或是煤礦的輸出 你看 這個 就是英國斯旺喜 這個小城鎮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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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